四川卢州的梁女士经营着一家猪肉零售店 近日呢她和往常一样将店门锁好回了家 第二天来到店里时 却发现放在店里的一千多元钱不见了 民警调查后找到了这个小偷 但是民警也拿她无可奈何 梁女士回忆 当天上午11点左右 她就已经将店内的猪肉全部售卖完 随后离去 考虑到店门已经上锁 就没有将塑料盆内的现金带走 但第二天凌晨四点多 她来到店内时 这些钱不见了 钱百百多块钱分都不见了 她就喊我报警 民警来到梁女士的店内开展调查时 发现店内物品没有被翻动过 门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那会不会是熟人作案 趁梁女士不注意将钱盗走了呢 中国这个现场周房的 帮来开门市的 和联系的这个卖肉的 来方的人的情况 不过你基本派出 男人应该是 就给你机会给你下 随后民警又调取了店铺 以及周边的公共视频进行查看 发现两女婿离开的这段时间内 没有任何人进入店内 不过在当天晚上11点左右 一个黑色物体身影 出现在了塑料盆附近 在塑料盆周边就出现了黑色的 类似动物的身影 我眼睛发光 通过这个对这段视频的反复的仔细推敲和查看 基本能够确定就是耗质在塑料盆里面 将这个现金分多次拿来拖走 民警推测 这只老鼠应该把现金拖到了不远处 随后民警再次和店老板在商铺内仔细翻找 果然在桌子下面发现了被盗的现金 老鼠偷钱为自己筑起了一个金钱窝 就在这个岸盆厂房 这个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这个轮廷里面 轮廷的内缘 就看到这个不在的这个现金 迷迷茫茫的铺在这里面 然后经过两四处的清点 就是1845块钱 我就一看了 他还有大堆钱 就高兴的 最终这些钱一分不少地回到了梁女士手中